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我过得格外精彩 丰富与有趣 希望大家的这一年也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三天前 也就是11月26日 是我来中国一周年纪念日 四年前 我还是一个想要考上某个大学的中文系女孩 通过自己一步一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来华留学的奖学金 称是成为一名在中国留学的越南学生 这一年 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亲朋好友 我们一起学习进步 一起打卡北京的很多地方 不仅如此 我还很幸运地去了中国的很多城市 体验了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 比如独具时代印记和建筑风貌的天津 自然风光秀美 文化底蕴深厚的皇家园林成德 还有刚刚结束的贵州之旅 这一切都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贵州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在整整的那五天之内 在感受贵州人文化特色的同时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尝试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风俗 我穿了苗族的传统服饰 走过吊脚楼 品尝了贵州的美食 知道了苗医药 体验了姚郁 说到这儿 先说一说 我用短视频来记录在中国生活的机缘吧 其实来中国之前 我对拍摄剪辑并不了解 每次抵达某个地方 我总是简单地拍几张照片 然后上传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上 没有什么意思 可自从来到中国之后 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留学 所以我开始想把自己去过的所有地方 拍成小视频 然后剪辑并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一方面想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们 让他们看到我在国外的生活如何 另一方面 想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 让他们知道在中国的生活如何 就这样 我的YouTube第一个账号诞生了 很多人都跟着我说 现在想当个YouTuber很难 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建立这个账号 纯粹是想分享自己在国外的一些生活碎片 所以红不红 粉丝多不多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以后当我回国了 每当看到这些视频 我都能够回想起在中国的这段时光 能记起在这里的感受 言归正传 为什么说我对贵州的印象那么深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首先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 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其次 虽然在我们国家越南 有很多少数民族 54个少数民族 但我从未去过那些地方 所以当我知道贵州省 是中国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心中对这次旅程充满着期待 在贵州 我吃到了这里的特色饭菜 酸汤鱼 鲜鱼腊肉 还挑战了听说 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吃到鱼腥草 我穿上了苗族的传统服饰 参与到当地古葬节的活动庆祝中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 那么美那么遥远的服饰 裙子上的图案和古典的色彩 搭配着银头饰 让我感受到贵苗族人 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还有千年文明的传承 在贵州 我感受到大自然赐予我们那份亲近 与我死前在繁忙城市里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我用短视频记录下来 希望能够把自己在贵州的感受 传递给观看我的视频的每个人 如今 很多年轻人都卷起来了 他们每天不是埋头学习 就是疯狂地找工作 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也需要照顾 我理想中的青年人的生活 是增加不同的生命体验 是去探索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明 用这些精力点缀自己的人生 趁着年轻多出去看看世界 开过自己的视野 也许那时你会发现 你正在见到的人和事 都会给你带来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毕竟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嘛 不应是非得在教室里上课才是学习 我们也可以换另一种学习方式 来丰富自己的人生 这也就是我现在还在做YouTuber的理由之一 我想让大家看到 我们当代青年真正的生活 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真诚且无畏 我们接受一切新鲜的事物 也在前进中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 把明天当成世界末日一样去生活吧 虽然这个说法有些极端 但青年朋友们不要犹豫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让我们一起去触摸不同的文明 感受时间留给我们的美好吧 谢谢大家